一个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 展现出作者无限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很难想象这些总共六组的作品 是六位台南长荣大学学生 用一个暑假的时间 跟着玻璃师傅从头学习技术 所诞生的心血结晶 那我这个北极熊 它其实就是这个底下这块玻璃膏 是不是用回收的平板玻璃的玻璃 来做一个基底 然后上面就是师傅 师傅教我做的北极熊的实心雕塑 那我里面的时候 我里面有一层故意给它裂掉的裂痕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看 然后这边再撒上一些玻璃粉 制造一些冰雪上的感觉 垂直玻璃需要跟时间赛跑 学生们往往还没有看清楚 师傅已经熟练的进行下一个流程 千锤百练的经验累积 着实让学生大开眼界 当你现场做的时候 你是一个新来的身份 师傅们 师傅们其实都已经做了好几三十几年 四十几年以上了 那他们的动作其实都是 长年累月下来 所做出来的习惯动作 但你真的想要进入到这个 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候 会发现其实这里 自己有很多的地方是不足的 今年暑假 台南长荣大学的学生来到新竹市 在知名玻璃观光工厂 进行维持两个月的实地学习 希望增加人生的经验 而他们虽然是从零开始 但勇于学习跟谦卑的态度 让师傅们乐于分享 毫无保留的展现记忆 让孩子们学习 那个吴老师 吴方针老师 然后刚好听了那个 春时的执行长的演讲 然后刚好去向他要求说 可不可以我们那个长荣媒体系 去春时做实习 所以我们就想说 这样子刚好他们也愿意 然后我们有学生有意愿 所以就这样子 而撮合了这样子 这次长荣大学 他们这一批学生来 是相当优秀的 他们这一批学生 他们觉得在这边 他们都很务实的 在这边要求学到一个 适当的技术 两个月下来 学生们跟工厂上下 建立起如同家人一般的感情 对玻璃的制作 也从门外焊变成如鼠家珍 对老师傅们来说 技术总是需要有人传承 这批年轻的学生 就好像希望的种子一样 也许有一天 会承接起玻璃工业的历史 今天初假 我们在春时玻璃 台阔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